大家好,这里是静美茶艺微课堂 席茶人在泡茶时规范的茶艺姿态能够体现出席茶人的修养 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关于茶艺礼仪里面的坐姿 席茶人在入座时,迎端坐在椅子的三分之一处 背部要挺直,双肩要放松 其中,女士,右手在上,左手在下,双手自然叠,放在茶桌上 男士,双手打开,与肩同宽,轻轻握拳,放在茶桌上 另外呢,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,洗茶者坐在茶桌前的时候呢 双腿要并拢,不要敲二郎腿 双脚要放松,脚踏大地 身体要坐正,下巴微收 神态平静,祥和 眼神要柔和 面部表情要放松 最后呢,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品名者 品名者坐在茶桌前品茶的时候 坐姿要端正,不要倚靠椅背 只有双手和手腕的部分可以放在茶桌上 不要用手肘支撑在桌面上来品茶 神态呢,也是要自然平和放松 好了,本次呢,与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坐姿 之后的话,静美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茶文化 茶支持的内容和大家分享 请大家持续关注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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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